好,看一下啊,那么我们前天的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它的一个模块啊,它的一个模块,那么这个模块呢,我们是划分为这个四个模块啊,用户,商品,购物车和订单,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一个啊,用户模块里面开始做啊,开始做,去实现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这一部分呢,首先啊,我们要把我们之前给大家发的这个静态页面啊, 给它拿到我们的项目里面来,这里,这一部分呢,就属于前端啊,做好的一个静态页面,那么这一部分静态页面的话,我们要把它直接呢,放到我们的项目里面来,方便我们去看啊,我们就直接呢,就给它放到这个,死在这个目入下方啊,就直接都放在这个目入下方,然后呢,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静态页面啊,静态页面里面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呢,通过我们的浏览器呢,来对它进行一个访问啊, 首先第一个页面,我们从哪做呢,就是从这个,注册页面开始做啊,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就在这里面,你接触这个,127.0.0.1,然后呢,出这个, 下面有一个,recess.ntml,OK,那么这个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静态页面, 那么这个静态页面呢,首先,用户呢,他去进行注册的时候,你首先呢,应该把这个静态页面呢,给它显示出来, 然后,当用户呢,在这里输入用户名义密码,确认密码邮箱,点击注册之后呢,你就应该完成这个用户信息的注册啊,完成用户信息的注册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就对应着两个操作啊,一个呢,是首先,先通过一个地址呢,去显示出这样一个静态页面, 然后,用户输入这个用户名义密码,邮箱,点击注册之后,就又是一个呢,处理,进行这个用户信息的一个注册啊,注册,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首先我们就是先把这个注册页面呢,给大家显示出来啊,写一个视图呢,把它显示一下, 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需要呢,把这个rejust的啊,这个itml文件,我们直接呢,把它拿到我们的模板目录下啊, 拿到模板目录下,哎,放在这边,OK,哎,就放在它里面啊,放在它里面之后呢,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哎,需要呢,在我们的user的views里面呢, 你去写一个视图呢,把这个页面呢,进行一个显示啊,就在这里面,比如说我这个视图呢, 我叫rejust啊,rejust啊,然后呢,request啊,哎,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显示, 数册,页面,这里面呢,就是使用一下这个文件啊,return,rendum,request啊,哎,使用的是这个, rejust的两天面,那么这个地址呢,我们写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个配置啊, 这个地址呢,我们就叫它,就叫user,rejust啊,就叫它,那么所以呢,你在你的这个项目的uils里面呢, 你需要呢,去加一个配置,我们说这个user前面这一部分呢,在我们这个里面呢,已经写了, 你在这里面配置的时候呢,你只需要去写这个后面的啊,直接呢,就是说, 先导入这个views啊,from我们的user,然后呢,input的这个views,导入它,在里面加一个呢,就是url,啊, 开头,哎,写上一个,rejust啊,到了,后面对应的呢,是我们的views点,rejust啊,这个是图, 那么,我们为了使用反应解析呢,你需要给它起一个名字,name,我就叫它,rejust啊,rejust啊,ok,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注册啊,注册,你写完它之后呢,我们通过浏览器去访问一下我们这个地址, 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的显示啊,直接呢,打开这个user,然后呢,写上一个rejust啊,ok, 它给你显示这样一个页面,对吧,但呢,现在它里面的这个,样式呢,没有起作用, 那你就需要看一下这个,文件它里面,哎,现在它使用的这个静态文件呢, 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原始的啊,我们要使用的静态文件呢, 现在都在这个static下面啊,所以呢,你需要去改一下这个路径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为了帮它,让它帮我们动态的去生成这样一个路径, 你需要先把这个东西导过来啊,导入我们的静态资源啊,load,load啊, 哎,直接在这里面有一个load,static啊,fires啊,然后在这里面,写完中呢, 你就可以改这个路径了,哎,这里面,static,css下面的,reset.css, 然后呢,还有这边,static啊,css下面的reset.cs,好,这一部分, 那么,几块文件啊,gs下面的,几块这个文件, 然后呢,这里面还用到这个,有一个叫做reset.cs啊, static下面的gss下面的reset.cs,ok,那么这里面有一个logo啊, 这个logo呢,也是一个静态的图片,这一部分呢,也要改啊, static,然后呢,有个images下面的logo,02啊, 那么改完之后呢,你发现下面呢,它就没了啊, 都没有静态文件了,我们就可以呢,去再一次的去刷新这个页面啊, 刷新这个页面,好,回这, 哎,这里面我看一下啊,这咋了,我是山多了吗? 我看哪一个,哦,这个写错了是吧,啊,慢点css啊, ok,那么,把这个呢,哎,写完之后,在这里面直接呢, 稍息,哎,这是不是正常显示了,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地址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就显示这个注册页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看到这边呢,它呢,对应的是一个表单啊, 它对应的是一个表单,那么这个表单呢, 当用户呢,他一点击这个注册按钮的时候, 表单呢,就会被提交,提交的时候,对吧, 你这些数据呢,你都要提交到一个地址上面, 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你需要呢,去设置一下这个表单, 哎,那么在这里面,首先来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post,然后这个action呢, 应该对应着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 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地址叫它斜杠user,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叫做regester handle, 哎,就是注册处理的这样一个地址啊, 我就让你提交到这样一个地址啊, 那么这个post的提交呢, 它应该加上一个csrf token的一个标签啊, 一个标签,就是让它能够使用将冠的csrf的一个防护啊, 那么把这个加完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youtername啊, 就是对应这个用户名, pwd呢,就对应这个密码啊, 那么这个cpwd呢, 是不是对应这个重复密码,对吧, email呢,就是这个邮箱, 还有这个allow啊, 就是你是否同意这个协议啊, 是否同意这个天天时间用户协议, 那么然后呢,点击注册, 好,在这个地址呢, 它就应该去对应着一个视图, 在视图里面呢, 你就应该呢, 去进行用户的一个注册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那么你既然写了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你刷新这个页面, 刷新完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 你输这个用户名,对吧, 然后那输这个密码, 把这个都输完之后, 那么, 然后呢, 再输这个邮箱, 出这个邮箱, 那么在这里面, 最终你点击注册的时候, 它就应该去访问这个地址, 对吧, 这个地址呢, 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视图,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你需要定义出这样一个视图, 那你比如说我这个视图呢, 我就叫做regest handle啊, 那么, 再定一个叫做regest消限 handle, request啊, 它的作用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进行注册的处理, 进行注册处理, OK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先写一个pass啊, 写完之后呢, 我先去回过头来, 先把这个地址先配置一下啊, 直接在这里面, 这个就叫做regest handle, 到了, 对应呢, 就是views.regest handle啊, OK, 内容呢, 我再给大家提名字啊, 叫regest handle, OK, 那么这里面呢, 它呢, 就是这个注册处理啊, 注册处理, OK啊, 地址呢, 就是这个regest handle, 这个对应的视图呢, 也叫做regest handle啊, 那么, 然后, 下面呢, 我们回过头来, 这个地址配置完之后, 你就要考虑一下, 在这里面你要做什么了啊,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你在进行这个web开发的时候, 它的这个, 试图处理的一般的流程是啥啊, 通用的一个流程, 那么, 首先, 第一步的就是, 如果, 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浏览器呢, 给你发过来参数了, 你在这边呢, 就应该接收, 数据啊, 发过来数据, 你就应该去接收这个数据啊, 接收完之后, 下面呢, 进行数据的教验啊, 进行数据的教验, 哎, 它虽然给我发过来数据了, 但这个数据呢, 它对不对, 合不合法, 哎, 我需要呢, 通过在后端呢, 进行一个教验啊, 然后呢, 再往下, 教验完之后, 如果数据没有问题, 下面呢, 是进行业务处理啊, 什么叫做业务啊, 你比如说, 注册是注册的流程, 登录是登录的流程啊, 你下单是下单流程, 每一个流程的步骤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流程就是, 业务啊, 就业务,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其实呢就是, 哎, 进行注册啊, 哎, 这里面就是进行, 这个用户注册啊, 用户注册啊, 这样一个业务啊, 那么把它做完之后呢, 把这些流程做完之后, 下面呢, 你需要呢, 最终返回一个, 运达啊, 返回一个运达, 那么这就是你进行外博开发的时候, 它的通用的流程啊, 只要有数据, 你就接收数据, 接收完之后呢, 进行一个教验, 然后呢, 进行业务的一个处理啊, 根据不同的业务会有不同的处理, 最后呢, 处理完之后返回一个运达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知道这几步之后, 我们接收数据对吧, 浏览器呢, 最终给我们发过来的数据呢, 都在这边, 所以呢, 我需要进行一个接收, 好,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 我们要接收几个关键的, 用户名密码和邮箱啊, 就是request点post点g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 UdaName啊, 他这个名字呢, 叫做Uda下号线Name,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UdaName啊, 接收完这个用户名, 然后呢, 接收密码, password等于request点post点get啊, 这个名字呢, 叫pwd啊, 密码, 然后再往下, 我们再接一下这个邮箱, email等于request点post点g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email啊, email, OK,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先接这几个啊, 这三个呢, 是我们注册一个用户最关键的三个参数啊, UdaName, password和email, 然后接完之后, 下面呢, 进行这个数据的教验啊, 这个教验, 我们首先应该教验什么呢, 我首先应该教验, 这三个参数, 你是不是都传了, 你是不是都传了, 啊, 你是不是都传了, 我要判断他们是不是有没传的啊, 有没传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要进行一个教验, 在这教验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方法啊, 这个方法呢, 叫做, 凹方法, 凹方法呢, 你给他看到, 传出来, interable, interable, 对吧, 可迭代的东西啊, 你传过可迭代的东西呢, 他会对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呢, 对他进行一个判断啊, 如果都为真的话, 整个凹凹凰数呢, 才给你返回, 这样啊, 只要有一个为假的话, 他就返回的是false啊,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呢, 这三个参数都放在里面啊, 我就写上一个, 用的name, 然后写上一个password, 再写上一个email啊, 那么如果notall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说明的这个数据不完整啊, 数据不完整啊, 数据不完整的话, 那么我们不应该往下进行, 我需要给你做一个处理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你一步数据不完整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再给你显示一下注册页面 Random 然后写上一个request 在这里面 我还是给你渲染这个页面 只不过渲染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给你发回去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叫做error message 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不完整 数据不完整 OK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步 教育数据不完整 好 下面的话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用户 他去发过来的 填来的参数 有一个邮箱 我要教育这个邮箱 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邮箱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应该用到什么 证则匹配 证则匹配 判断是否是一个邮箱 那么在这一步 我们要导入证则匹配的模块 证则模块有个 而已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我们在这里面 就教育邮箱 教育邮这个 邮箱 那么这一步呢 21 它里面呢 有一个match 对吧 match里面呢 你要给它 前面呢 你传一个邮箱的正则表达式 后面呢 你要匹配的是谁 我要匹配的是他 那么这个邮箱的正能表达式 在哪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然后呢 GS里面呢 有一个 regester点GS啊 那么在前端呢 其实呢 已经写了一个 就按邮箱的代码了 这个在哪呢 就在这边 这呢 就是一个判断 是否是一个邮箱的 正则表达式啊 你直接呢 把它 拿到我们的这边 然后呢 加上一个 我们在这边 R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注意这里面多了一个写稿啊 直接把它删掉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 匹配一个邮箱的正能表达式 跟谁进行匹配呢 给我们的这个 email啊 然后呢 如果 not 成立的话啊 就如果它不是一个邮箱的话 说明这里面的这个邮箱呢 不合法啊 不是一个有效的邮箱 我再来一个 return也是 render request 然后呢 写上 resist 在这里面 再来一个error message 告诉你这个邮箱 不合法啊 邮箱格式不正确 邮箱不合法 邮箱格式不正确 OK 那么 在这边 这里是教验一个邮箱 那你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里面 给大家举着两个例子啊 一个是教验完整性 一个是教验邮箱 你比如说 你还想去教验两次密码 一致不一致 对吧 那么你需要呢 把第二次那个密码呢 也给它接过来 然后呢 两个做一个对比啊 我们就不对比那么多 就简单给大家说这两个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页面上呢 resist 页面上呢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 allow 对吧 你是否同意 我这个用户的使用 协议啊 那假如说我判断用户呢 有没有使用这个协议啊 我记 我这个 接一下这个参数 allow 等于这个request.post.get啊 这个参数呢 记得到allow 然后呢 我下面进行一个判断啊 如果呢 它呢 没有被 它呢 如果是被选中的话啊 传过来这个参数呢 是 on啊 就checkbox啊 它是一个checkbox 它传过来应该是这个啊 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我需要呢 做一个对比啊 如果 对吧 这个allow 它呢 不等于这个啊 那么说明呢 用户没有同意这个协议 我再给你 还是呢 不往下走 直接呢 是上一个 render啊 request啊 然后呢 requested anntml 在这里面 给你发一个错误消息 叫做err message啊 errmessage啊 这里面呢 告诉你这个 请同意协议啊 请同意协议 哎 请同意啊 这个协议 ok 那么 好 直接呢 就给你往下 这里面呢 是我们给大家说 我们去校验这个数据的一个过程啊 你就你校验的全面的话 你在这里面 你还要写很多啊 当你把这些数据校验完之后 下面呢 你就要进行这个业务的处理啊 进行用户的注册 其实呢 用户呢 用户名密码 邮箱已经有了 我们在这里面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信息呢 把它往我们对应的表里面呢 加入一条数据啊 那么这个按照我们之前的做法呢 其实呢 就是你需要呢 去创建一个user对象啊 就从我们的这个model里面导过来 from我们的user 点models啊 然后呢 import这个user模型类 在这里面 按照我们之前的讲法呢 就是user点 对吧 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呢 给这个对象呢 增加它的属性 什么user点user内幕啊 等于什么 对吧 然后呢 user点password啊 等于一个 什么 对吧 最后呢 在等等等 做完之后呢 然后呢 写上这个user点save啊 就是user点save 将它保存进这个数据库啊 将它保存进这个数据库 对吧 那么 这是我们这里的啊 这是我们这里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我们之前呢 给大家说 我们在这里面呢 使用的是将购的内置的 这个认证系统啊 那么将购的内置认证系统里面呢 之前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函数啊 你看到啊 使用将购的认证系统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做创建 user对吧 直接呢 就给你封装好了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 user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要往这个user对应的表里面 加一条数据 我就可以呢 直接去调用这样一个方法啊 然后呢 传入这个用户名 邮箱和这个密码 所以你在这边 我们就没有必要这样写了啊 这里面就直接去调我们的user 点objects 点create create user啊 create user 然后传入这个用户名 user name 邮箱 email 然后密码 邮箱 对吧 怕错的啊 传入这样三个参数 最终呢 创建完之后 会给你返回一个 user 对象 好 我们把这个注册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返回应答 返回应答的话 我就直接呢 可以呢 好 在这里面返回应答 注意啊 我们进行用户的注册处理之后啊 到底要去干嘛啊 这一部分呢 是在经过产品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啊 你点击这个注册按钮之后 对吧 做完之后 应该是跳到哪个页面啊 这产品经理在设计的时候 已经把它确定好了啊 你写代码的时候 你只要对照这个设计呢 去写啊 对吧 那么将我们这边呢 注册之后 我们呢 可以让它去跳转到这个首页啊 跳转到我们的首页 那么这个首页呢 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这个首页 我要把它拿过来啊 放到这边 方便我们测试 我们就直接呢 把它 copy一下 然后呢 放到我们这个 下面 放到这个首页啊 然后呢 这个首页呢 它呢 就是属于我们这个 商品模块的啊 我就在这里面 快速的写一个视图 把它显示一下 就在这里面 我们定一个 define 定一个index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quest啊 它的最后呢 就是 首页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首页 我要显示一下它 先别管上面的内容啊 直接就return render request啊 使用的是这个index 好 那么这个地址呢 首页的地址啊 我们 你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经常只是这样啊 你直接敲这个域名 对吧 你直接敲这个域名 那么 你什么都不敲 对吧 你一敲回车 它就会 它就会把首页的内容 显示给你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进行这个url配置的时候呢 我需要在这里面呢 匹配的时候啊 直接先导入这个视图 from the goods啊 然后呢 input这个views 在这里面 我们写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需要 用户只敲 ip和地址的时候 就能显示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里面 直接就匹配这个 开头和结尾啊 什么都不加啊 什么都不加 那你看一下 我们特意在这里面 包含这个故事应用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指 只匹配开头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写的时候呢 它呢 就起匹配开头结尾 后面对应的是 views.index啊 那么name呢 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index 好 这里面呢 它就是这个 首页啊 就这个首页 OK啊 我们把这一部写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继续回过头来 去写我们这个东西啊 让它呢 去跳转到首页 好 这个跳转的话啊 直接呢 你要使用那个 Redirect的这个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你需要在这里面呢 把它导过来 Redirect 然后呢 Redirect跳转到这个首页的时候呢 我想使用反向解析 帮我生成这个首页对应的地址 那么我要导入这个函数啊 from将过.co.ul reservers import我们的revised 这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啊 使用我们的redirect 里面呢 使用我们的反向解析函数 revised revised 然后前面呢 开始呢 现在我们就要使用反向解析了 那么首先你应该写上这个地址 对应的这个应用的 name speed的名字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这个 user啊 所以在这边应该写上一个user 哎 写错了啊 首页啊 首页是不是goose 对吧 哎 这个是goose啊 是goose 然后呢 这边我们应该写上goose 那么 首页对应的这个name呢 我们刚写的就叫做index啊 所以这边我们写的应该是goose 写上一个index啊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 当我们把这个写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配置一下我们的这个url地址啊 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 users 里面的他 这个我们也配置好了 对吧 好 配置好了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试一下我们这个注册 能不能成功啊 能不能成功 那么 那么在这里面呢 注册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今天呢 我们 我在这里面 我换了一个数据库啊 我为了把这两个数据库分开 我这里面 新建了一个数据库叫做 dailyfreshbj18啊 这样一个数据库啊 那么这个数据库在哪呢 它就在我们的这边啊 啊 其实呢 就是这个啊 这里面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呢 就是我们bj18的这个数据库啊 它里面呢 有个dfuser select sing from我们的bf you的啊 这里面呢 现在是空的 对吧 好 下面呢 开始呢 去测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 注册啊 直接呢 去先访问我们这个 试册页面 然后呢 输这个优惑名 比如说我要注册它 然后呢 输这个密码 好 然后呢 再输这个邮箱 对吧 输这个邮箱啊 我在这边呢 我说的数据都合法的啊 最后呢 我点击这里面 注册 是不是跳转到这个页面了 对吧 哎 跳转到这个页面之后 下面呢 回过头来再去查一下 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哎 看到没有 你看啊 它这个数据是不是比较长 我让它按照这一行一行的啊 这个行的显示不完 它比较乱啊 我们再写一个啊 select sing from我们的 select啊 在这里面 select sing from我们的dfuser啊 我们加一个这个 杠记啊 杠记 让它那 让它数字显示啊 你看到 id 对吧 1 这个password 你注意一下 我们的password 你看到这里面 保存在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它帮你呢 把你的密码呢 进行了一个 加密啊 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里面我们是使用它 内置的这个认证系统 帮你呢 去创建一个用户 就是将来 你如果不使用这个认证的 那么你自己去做的时候呢 你你也应该呢 需要把这个密码呢 进行一个加密啊 进行一个加密 就你不能在数据库里面 直接呢 去保存这个密码的 明文啊 明文 就防止呢 哎 你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哎 被别人呢 把数据拿出来之后 他一眼呢 就能看出来 你这个密码 是什么啊 那么这是这个密码 然后呢 再往下看呢 是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注册的这个 用户名 哎 这个email呢 就是我们这个邮箱啊 邮箱 然后 再往下看这一项 叫做 executive 对吧 那么executive呢 这里面这值现在是多少 是不是一 那我们说 用户呢 刚注册的时候 这个用户的账户呢 应该是处于一个 没有激活的状态啊 但是 我们使用它的这个函数 帮我们创建的时候 executive呢 直接制为 一 就代表已经激活了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在我们这个注册里面 我们需要呢 给它 加一点东西 对吧 好 它帮我们直接激活了 那我不能让它激活 我需要呢 把它里面东西呢 给它 改掉啊 U的点 executive 直接呢 等于我们的 零 对吧 代表没有激活 然后呢 U的点 save 哎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 刚刚去注册一个用户的时候 它不应该呢 是激活的啊 不应该是激活的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加这样一个东西啊 加这样一个东西 OK啊 那么 加完这个东西呢 之后呢 你再去注册一下 你就直接刷新 那么刷新的时候呢 直接输入这个 哎 什么啊 然后呢 比如说 换一个名字 一 然后呢 在这里面 直接呢 输入这个 用户名啊 对吧 密码啊 好 然后呢 输入这个邮箱 点击注册 OK 这边过来了 对吧 过来之后 那么 在这里面 查一下 直接一查 第二行 对吧 是不是变成零了 对吧 代表没有激活啊 代表没有激活 好 这是我们这一步啊 那么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去测试一下 我们这个数据不合法的时候 对不对 哎 数据不合法的时候呢 你在里面输入这个用户名啊 输这个密码 哎 输这个邮箱 比如说我这个邮箱 那么 他给你返回了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注意啊 他给我们返回了这个错误信息的时候 我应该在这边呢 给他做一个 显示啊 你比如我在这里 我在下面 我给他显示一下 我们这个错误信息啊 error message啊 message啊 OK 那么 首先 在这里面显示完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 我就直接啊 直接刷信息下这个页面 假如说我直接不输数据 我就点这个注册 哎 这告诉你什么 是不是数据不完整 对吧 哎 数据不完整啊 数据不完整 假如说你输其他的话啊 你输其他这个 邮箱格式不正确 哎 比如说我就输一个他 哎 或者我们再输一个对吧 123 S56 ABC 123 S56 ABC 然后在这里面 你点击这个注册 哎 是不是邮箱格式不正确 对吧 他会后面呢 有一个数据信的一个 教验啊 数据信的教验 哎 这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啊 那么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下面我们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个啊 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个 就在我们这边 你访问这个首页之后 我的这个 里面呢 已经注册了一个 用户名叫做smart的用户 对吧 那么 假如说我在这边 我再注册一个啊 好 我再注册一个 数这个邮箱点击注册 好 你看到这边没有 看到这边没有 对吧 重复的啊 这个smart kf这个username啊 就是用户名已经 重复了啊 就他这个函数内部 其实呢 他帮你做的时候呢 你如果用户名相同的时候 已经有了的话 你注册是注册 不成功的啊 但是我们并不能直接在这边报错啊 所以呢 还少一步 就是我们在这个 userviews里面 我需要呢 在这个注册之前 我需要呢 去教验这个用户名 是否 重复啊 在这里面 教验 用户名 是否 重复 那么这一步的话 怎么就要重复呢 其实呢 就是根据这个 用户名呢 去查一下数据库里面呢 有没有这条信息啊 现在就我们刚刚 之前讲的username user.opsex.get 然后呢 条件呢 就是username 等于这个username 对吧 那么如果呢 他查不到的时候 他会干嘛 我们给大家 给大家讲这个get 他查不到的时候 他会干嘛 看到啊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get的时候 我们说get呢 他的只能返回 满足条件的一条 且只能有一条 数据对吧 如果呢 查不到的时候 他会抛一个 叫做does not exit的一个异常 不存在一个异常 所以你在这边呢 你需要呢 去try啊 try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 accept啊 accept 直接 accept谁呢 其实呢 就是这个user类啊 他呢 有一个does not exit啊 如果抛这个异常的话 这个说明 这个用户名 他是不存在的 对吧 如果抛异常 你注意啊 如果抛异常 说明用户名不存在 对吧 用户啊 不存在 这个说明 他是可用的啊 他可用 用户名 不存在 好 否则 对吧 没有抛异常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说明 这个用户名呢 是已存在啊 已存在啊 你根据这个用户名 查到了 就说明 他已经有了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假如说这个抛异常的话 我就让这个user呢 给他等于这个 no 等于no 好 你经过这样一个判断之后 下面我就可以判断 如果这个user 对吧 ifuser 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这里面就说明这个用户名呢 已存在啊 用户名 已 存在 这个已存在的话 我就应该不往下进行注册 我直接呢 还是给你返回一个东西啊 就像一个 runder 然后呢request 我要给你显示呢 是request.ml 在这里面呢 写上一个叫做error message啊 这里面 写上一个用户名 已 存在 对吧 用户名已存在啊 这这样一个判断啊 就是用户名 是否存在的一个判断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呢就 在这里面呢 给他写上一个判断 对吧 在这里面首先啊 回过来 再一次去注册这个 smart 然后呢 输这个用户名 输这个密码啊 密码 然后呢 在这里面输这个邮箱 然后点击这里面呢 进行注册 OK 下面是不是出来一个用户名已存在 对吧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用户名的一个 教验啊 一个教验 OK 那么这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注册啊 它的一个基本的流程啊 接收完出去之后 进行教验 教验完之后呢 注册之前 先去教验这个用户名呢 是否重复 再往下呢 不重复的话 对吧 我进行的一个注册 好 注册完之后 用户呢 账户呢 应该处于一个没有激活的状态 我要给他改成这个 零 来进行个保存 最后呢 跳转到这个 收业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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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